两岸新闻焦点 焦点时事探索 两岸互动交流 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ING 听众朋友你好 我是黄丽杰 欢迎收听两岸ING 30分钟一起掌握新闻时事焦点 我们谈到对台海情势的关注 除了美国的作为之外 日本的态度也具影响跟深受外界瞩目 就以国会交流来说 频繁也深具异议 近期来讲像7月 节目当中我们有曾经探讨 思考日本安全保障议员之会 有国会议员到台湾来访问 这时间点就是刚发表2022防卫白皮书 就触及到台湾问题之后 其实这几天 日本的自民党的参议员干事长 是跟红城参议员跟党内被形容是 安倍派的成员 大概一共有12位的参议员 到台湾来参访 从26号到29号 那么日本12月16号公布了 国家安全战略 国家防卫战略 防卫力整备计划 相信很多的朋友已经关注到 这样的焦点 这三大战略文件 当中其实有再度提到台湾问题 台制关系定位的重要性 同时明确提出 中国是日本最严肃的安全关切 跟最重大的战略挑战 我们在今天特别邀请 国防安全研究院 国家安全研究所 副研究员王尊雁 从国际局势的变化 还有日本的战略思维 来解析这三份文件 探讨他可能的做法 跟相关的影响 非常欢迎 副研究员你好 你好 如果关注台制关系的话 特别是日本的动态 国家安全战略 就是2013年他第一次公布 还有国家的防卫战略 防卫力的整备计划 在军事方面的动作 应该也是大家重点关注的焦点 不过这次他在12月中 一次来公布这三大战略文件 就这个公布的时期点 在时长上 你觉得有哪些讯息是值得关注 跟过去是有些不同的呢 是那其实上次公布 是在2013年的12月 那其实上次就是采取 这个同时公布的方式 那所以这一次也是依照这个潜力 也是同时公布 所以是跟上次是一样的 那原因是因为 这个三份的文件 是构成日本国家防卫政策体系的 三份的纲领性的政策文件 它是攸关 今后5年到10年 日本防卫政策的这个方向 那有关于这个国家安全战略的部分 以及国家防卫战略 是10年 那这个防卫力整备计划 是5年为期 那值得一提的就是说 其实国家防卫战略这一次 这是新的一个名称 原来是叫做防卫计划大纲 那防卫力整备计划 原来是叫做中期防卫力整备计划 所以它稍微做了一点点名称的调整 那在这个三份文件 构成了这样子的防卫政策体系当中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它是属于这种国家安保战略的 最上位的文件 所以它对其他的两份文件来说 是具有指导性的 那国家防卫战略 就是按照这个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所指引的政策方向 来确定日本防卫的基本方针 所以它内容每10年修改一次 那至于防卫力整备计划 则是在进一步的根据 国家防卫战略当中所规划的目标 来整建日本的防卫力量 来把国家防卫战略的内容给它具体化 那就是规定说今后五年为期的 这个国防经费总额的上限 以及今后五年这个日本想要整备 想要获得研发生产的主要武器的数量 然后每五年来修改一次 那虽然说是跟上一次是一样 这三份文件是同时来发布 但是我们可以特别注意到的是 它提前公布 它提早了一年 为什么说提早一年呢 它因为上一次公布是在2013的年底 在下一次就应该是2023年 也就是明年的年底才对 我想这个主要的原因 当然就是日本政府认为 它这个日本所处的安全环境 很快的恶化了 它所面对的安全的挑战 威胁就越来越严峻了 所以它要赶快的来强化 日本的防卫力量 那否则它可能没有办法来妥善 来因应来保护日本的国民 就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它是属于面对外在的安全环境 使得一种反应式的 或者是回应式的 这样子的一个作为 我想看 是 非常谢谢副研究员 日本提前来发布的原因 就是感受到这个威胁性是越大的 那这三份文件要形成政策的话 需要有什么样的一个流程 是的 三份的文件 他们在第一次的时候 它是组织了一个专家的咨询小组 然后由专家咨询小组讨论 来严密一份报告 然后把这个报告呈给日本政府 日本政府在依据这样子的一份报告 来制定这个国家安全的战略 把这个报告假议调整了 修正了 那这一次就不是采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而是由日本的政府自己来主导 来跟专家咨询 来召开这个咨询的会议 而不是有一个很固定的这样子的一个小组 这样子来开会 那所以我想这个跟上一次相比较 这一次应该是日本政府主导的意味是比较浓的 主导性比较强的话 表示说日本政府意识到外来的威胁吗 那这样子的话也是攸关 假设我要强化我的武器的话 在经费的动用上 也是可以提早确定下来编列预算 这是一个联动的 是可以这样来做思考吗 是的 就是说因为大家知道 受到了新冠肺炎的这个疫情的影响 全世界的经济都受到了影响 而且又再加上欧战争 也是冲击到世界的经济 日本也是受到很大的冲击 所以目前日本的经济情况 在不好的情形之下 又要做提升防卫力量这样子的动作 我想在财政方面 日本的确是需要强而有力的规划跟运作 所以我想由这从财政的角度来看 由日本政府发挥比较主导的这个部分 这也是很自然的 好 非常谢谢副研究员您的解析 再者你刚才其实已经提到了 日本意识到在对未来战略部分 就是可能国家利益遭受到威胁 如果我们这样的比喻好了 像在台湾遭受到中国军机的扰台 多年来就是如此 那日本其实也会有中国的军机 逼近于日本的领空 还有过去一段时间 中国的海警船也不断在钓鱼台海域出现 一这样来看的话 其实我已经点到了 它的近铃就是中国 是不是对它造成某种程度威胁 因为事实上在文件当中我们也看到 中国是日本最严肃的安全关系 跟最重大的战略挑战就提出来了 到底这样的威胁是 这一感受到压迫吗 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所谓的防卫 可能大家会讨论反击了 您的观察呢 在这个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里头 中国是被称为 这个前所未有的重大安全挑战 这当然也可以说是 日本政府在安保层面上面 对于中国的定义 那日本并不是毫无理由 这个没头没脑的 做出这样子的定义 那即使就在这个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里头 做这个定义之前 他就已经有做出了说明 说他为什么来做 这样子的一个定义 毕竟这个对中国来说 这个听起来不舒服吗 感觉上是被做一个指控 那这个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里头 他就说了 他说中国持续大幅的增加军事费用 而且在扩增它的核武力量 还有飞弹部队的这种力量的时候 又很不透明 然后他又指控中国说 这个侵犯日本在钓鱼台周边 他们叫间隔诸岛 然后周边的海域跟空域 而且不仅仅是这个范围 也在东海跟南海的海空域里面 试图来依靠这个武力 来变更这个现状 那在日本海的部分 也是有进行一些军事活动 来冲击到日本的国家安全 他是有讲的 这个非常的明确 而且他还说中国跟俄国进行战略性的合作 来挑战国际秩序 是很明确的来指出来 中国做的这些事情 对日本构成了的威胁 除了以上这些比较属于军事 或者是说我们说传统安全方面的质疑之外 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还点出来中国利用其他国家 对中国的经济的依赖 后来对这些国家来进行经济的胁迫 那当然他还提到中国对台湾的胁迫 那刚刚讲的中国这些动作 或是动向 对日本来说 当然都是很令日本忧虑的 所以日本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里面才会说 现在中国的对外姿态和军事动向 是日本以及国际社会的严肃的 这种安全关切 以及空前唯有的最大的战略挑战 就是日本觉得受到中国的军事跟经济的威胁 所以他把中国呢 例如是日本最严肃安全关系 跟最重大战略挑战 在文件当中的明白对外揭露 其实外界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其实国跟国之间的互动交流 或所谓的竞争跟合作 其实还具有蛮多技巧性的 看是要怎么样来出招 那日本文件当中这样揭露 难道他不担心会触怒中国大陆吗 大家都认为中国的经济的手段非常的多 台湾最近有出口商品被禁的问题 认为中国大陆有很多的筹码跟资源的 那你怎么样来看日本在这个手提出来 而且今年刚好是中日建交50周年 那我想关于日本在这个文件当中 有这样子的一个提法 那日本担不担心来触怒中国大陆 我想与其说日本担心 或者是不担心触怒中国 对日本来说 他自己认为他已经先被中国给触怒了 那就是说过去几年里边 日本跟中国之间虽然就是还是有维持着正常的互动跟交往 经贸关系文化 可是我们都知道日本对中国老是派这个海警船 去这个日本宣称有主权的这个间隔主导 你的钓鱼台的海域 日本很不高兴 那当然有两个很重要的数字 就是说2020年中国的海警船出现在钓鱼台海域 长达333天 那隔年2021年332天 而且在这个期间 有时候他还会闯进去日本他自己所宣称的领海 有时候还去追逐在那边作业的日本渔船 我想这些动作都大大的提高 日本方面这种紧张跟对于中国的不满 那除了这样子的议题之外 日本今年5月左右又发现 中国又在东海造新的油气田探勘 应该是探勘油气的这种设施 那日本政府也为了这样子的事情 对中国表达了强烈的抗议 然后8月解放军对台湾军演 有五美的飞弹落到日本 他所主张的转速经济海域 日本当然非常的不满 因为这个不仅仅让日本的渔民 他没有办法出海去捕鱼影响到这个生计 而且对日本的国家安全当然造成了威胁 再加上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提到中国跟俄国 两国的军队在日本周边海空域来进行军演 这个都让日本来怀疑 这个中国不仅仅对付日本 而且还要联合俄国来对付日本 那如果中俄两国在军事上联手来对付日本 那当然对日本来说是会造成非常大的压力 日本当然非常的在意 那有多在意呢 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里面 他提到中国的时候提了一次 提到俄国的地方又提了一次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说 这个日本政府有多么在意 他警惕中国跟俄国连锁来对付他 所以总的来说 日本感觉到他是被中国挑衅在先 他自然会认为他有很正当的理由 来强化他自己的防卫力量 那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他当然不担心冲入中国了 这是我的想法 是我想从每个国家的国家利益来看的话 就是如果你侵入我的领土领海 当然不能让也不能示弱 那最近的中俄的联合军演 也让外界高度关注中国大陆对外的战略 因为俄罗斯入侵的乌克兰 比较关切的就是中国大陆的角色 那现在中俄又联手 那么接下来会怎么样来演变呢 那么日本观察会觉得对他不无威胁 那至于有领土领海刚刚提到 这个钓鱼台鱼就是一个很争议的问题 那但是日本会有这样子的动作 那未来或许大家也可以再去观察 日本除了防卫之外驱离之外 会不会进步所谓反击的动作 如果再看到所谓的防卫力的整备计划 也会编一些预算 这预算要强化软硬体到底是哪些呢 这是我们可以在进步来观察的 就是当然他们觉得 如果说再有再多的防空系统 就飞弹过来 我记得上去拦截 总是有打完的时候 所以一个方法就是 他把对方的基地给摧毁 他就没有办法打了 这日本方面也可以减少一些 防空方面的压力 那当然会跟他的专守防卫的原则 会有所背离 可是我觉得此一时彼此 这个专守防卫原则 其实就算没有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他又已经被遵守多少 我是觉得他早就已经是有一点点 一种精神话 把他当成神主牌在那边供着了 因为像日本有那么强的潜舰 那潜舰本身就是攻击性的武器 所以当日本有潜舰的时候 他就是已经违反了专守防卫的原则 所以专守防卫原则 应该是早就已不存在了 那只不过现在就是说 他要把他飞弹能够射程把它增加 增加到1000或1200公里 就可以打击中国内陆的基地 所以再从这个层面上来讲 美国之前不是有公布 中国的一些基地的地图吗 那你就很有意思 也就是说等于是 你把美国公布那个地图 跟日本要强化 这个对底基地攻击能力 的这个不两个部分 把它结合起来 仿佛是在告诉中国说 你如果敢打我 我就会施展我的对底基地攻击能力 而且我已经把你基地的位置 通通摸的1200了 我会打得很准的 好像是这样传达这样子的一个 嚇阻中国的讯息 当然了这个未来还是要再看看 再观察 那日本要这样做的话 美国默许是吧 如果对底基地攻击能力 显然是要发生战争 在要发生战争的时候 日美同盟 它本来就是军事盟国 所以日本即便是要展开这个反击 对底基地反击能力的时候 当然都是要跟美国谈过了 所以我想不至于说 那么冒进在美国 不知道甚至是不允许的情形之下 日本去按下那个飞弹发射的按钮 我觉得不太可能会是这个样子 这是都是值得后续来做进一步的观察的 好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 我们在今天所关心的焦点是 日本最近提出国家安全战略 国家防卫战略 防卫力整备计划这三份的文件 怎么样来看日本的对外战略的思维 未来可能会采取什么样的做法 我们要请国防安全研究院 国家安全研究所 副研究员王尊艳继续解析 那接下来我们换另外一个角度 那台湾呢 其实日本在这个国安战略当中呢 他有一整段都提到台日关系的定位 还有台湾对日本的重要性 那站在我们台湾的角度来观察的话 就是我们也想要问 那日本方面会以什么样的政策做法 来强化台日关系呢 如果从这个比较政治军事角度 或是在其他的面向 日本会怎么样来跟我们有进一步的互动交流 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呢 我想这个可以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就是日本强调对台湾的基本立场 都没有改变 就是说依据日本跟中国 两国建交时候连任何声明的 一个中国的立场 然后再次同时来跟台湾 维持着非政府间的 这个实务的关系 我想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当然就是让中国安心 那表示说日本呢 虽然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算是热络了 而且还越来越热络 但没有要说跟台湾建立邦交的意思 而且呢 因为它在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是十年为期 所以等于是在告诉中国说 未来十年都会是这样子 这样让中国就是不用担心 那可是其实在另外一个层面 我个人认为它也凸显说 日本是在表达一个意思 就是说它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 那它从事这个安全保障的强化 防卫力量的强化 它旨在维持现状 这旨是中旨的旨了 它的目标是要维持现状 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认为是在暗指中国在破坏现状 虽然它是并没有名讲 但是我认为它背后具有这样子的意涵 那这个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用一整段来说明台湾关系的定位 我想这个对于台湾来说 可以视为就是说日本对于台湾的重视 而且说把它写进去这个国家安全保障战略 当年就意味着说台湾对于日本的国家安全保障 是很重要的 而且这个战略里边除了提到 这几年我们常常在国际社会上听到的台海和平跟稳定 这样子的字眼之外 还说台海和平和稳定 是国际社会维持这种安全跟繁荣 所不可或缺的要素 那我想这是很强调性的一个说法 那其实这个是今年五月 在日本东京举行的美日峰会 这峰会后所发表的共同声明当中 所新增加的表述 以前没有 然后他就把这个共同声明的这个表述 把它放进去安全战略里边 我想这是表示说 日本非常强调台海和平与稳定 而且他希望台海能够维持和平与稳定 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不仅仅是对日本很重要 而且对整个印太地区 乃至于国际社会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这个也表示说 日本今后要对这个台海和平与稳定 所要做出的这些努力 都有他的这个国际社会上的正当性 并不是只为了他自己国家利益 而且同时也是为了国际社会 我想他表达出这样子的一个意涵在 就是台海的问题会牵涂到 整个印太地区的整个局势的变化 所以他会致力在台海和平的稳定 也表达了 其实一个中国的政策是没有变的 台日关系是维持现状 也暗指中国大陆反而是在破坏现状 那如果就其他层面的交往 当然像国会的交流也是其中的一环 我们要谈这个在经济面向 这是出于日本的国家利益吗 比如说举个例子来说好了 最近在财经界比较被大家所关注 以台湾的角度 日本也有媒体报道 就是台积电到日本去设 第一个场在雄本之后 现在日本的媒体也说 可能会有第二个场会在日本来兴建 我们谈的是切入经济的面向 就是说日本的经济 其实已经几十年来长期停滞不前 那刚才其实我们提到 这个预算的编列 跟会投放在这个国防或军事预算 这个部分 是不是说虽然日本 他也重视对外战略 但是在经济这个部分 其实也是很重要 如果台日关系在经贸方面 这个部分是不是有可能 未来会更为了合作紧密呢 您会怎么样来看呢 我虽然不是经济方面的专家 但是从我的初前的这种认知上面来看 我认为台湾跟日本 长期以来都保持了一个 很好的经贸的关系 经贸的互动 那文化或者教育方面 那就更不用说 我想这样子的经贸的互动 经贸的关系以后应该还是会持续 甚至会越来互动更加的频密 然后经贸关系越来越强化 我想这应该是一个趋势 那有关于说台积电去日本投资 这样子也是一个已经经过一阵子讨论 然后付诸实行的一个做法 我想应该也正如有专家所提到 就是说应该可以对于台湾 这种影响力把它扩展到国际社会上面去 我想应该会有正面的一个作用 当然有关于日本跟台湾之间 民间非政府务实事物关系 这样子的关系 我认为例如说像在这个战略文件公布之后 这些议员来台湾访问 包括这一些官民的层次 这些互动应该越来越热络 那如果说是我们讲到刚刚所提到 台海和平与稳定 日本现在非常的关注 当然日本如果愿意说寻求 来跟台湾扩大合作 来达到这种台海和平与稳定 或者说印太地区的繁荣跟安全 这样子的一个目标 那台湾当然是非常的欢迎了 那台日两国到目前为止 虽然说没有邦交 而且合作大多都是限于这种非政治 非军事的这种层面 但是我想随着日本跟中国关系 乃至于这种对立 日本跟中国之间的一些摩擦 乃至于紧张甚至是对立 那我想都让台湾在日本的战略里面 台湾的重要性都随之而提升 所以以后台湾跟日本能不能够在没有邦交的这种情形之下 来进行具有一些安全意涵的合作呢 那我想这也很难说了 那在这个经贸的部分 我想应该是更不用说 那在民间的情感 社会对彼此的这种国家跟社会这种观感 我想都还是会维持在一个很高的一个水准 也就是说我们对于日本这个国家 以及日本对于台湾的这个观感 都可以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准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基础之上 我们跟日本就比较好 在进一步的去深化 以及扩展双方的这种关系 至于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能够扩展或是延伸到什么样的层次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看台制两国 包括政府包括民间的努力 那我想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尤其是在今年的解放军的八月军演之后 我想日本已经很切切实实的感受到 就是安倍前首相所说的台湾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 那所以除了经贸文化这些比较熟性的关系之外 日本政府是不是愿意在跟台湾 在拓展更深入的能够保障日本国家 安全保障这方面的合作 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持比较正面的角度来看 好那么过去其实谈到国会的这个交流的部分 刚刚其实副研究员你有提到 我方也会针对有关台制安保伙伴关系的 这个部分会进行讨论 未来整个印太地区跟台制关系 是不是会针对和平或是区域安全的问题 有进步的讨论呢 我想也是值得关注未来是不是可以让台制关系有所提升 我们提到这国安战略三份文件 在公布之前我们也留意到媒体也报道了 前这本方向小野四五点呢 特别在这三文件公布之前几天呢 特别到台湾参加一个论坛 那么这几天呢 又有安倍派的国务议员到台湾来访问 我想都有显示一定程度的这个政治的意涵 就台制关系可以就很多的面向来进行交流的 好我们在今天的针对呢 中日今年是建交五十周年 台湾跟日本虽然没有正式的邦交关系呢 但是呢 目前日本呢 还是秉持一个中国政策 那么台制关系可以在继续深化的情况之下 我们来看 12月中他们所通过国家安全战略 国家防卫战略 防卫力整备计划这三份的战略文件 那么显示日本的对外思维跟未来 会采取什么样的做法 还有台制关系定位跟合作 未来有什么样的可能呢 非常感谢国防安全研究院 国家安全研究所副研究员 王尊严非常专业的观察解析 非常谢谢副研究员 谢谢你 谢谢 谢谢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安局节目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 您的收听华丽节祝福您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 空中再会